大家好,歡迎來到解密工作室,我是TAMMYX 講起海盜,大家會想起什麼呢? 是電影中的魔導王的Johnny Depp 還是漫畫《海賊王》裏面的露菲 還是今集人物解密的主角,張寶仔 雖然張寶仔這個名字大概都聽得多了 但你又知道原來張寶仔是一個確確實實存在的歷史人物 而且還是一個名氣很大的海盜 而今集人物解密,我們就深入了解一下 張寶仔是如何由一個普通的漁民變成 堪稱南中國海最大武裝勢力之一的紅旗海盜團船長 他是如何年紀輕輕,擁有4萬名海盜手下 而且也了解一下張寶仔和他義母的一段 鮮為人知的不論三國戀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這個一代梟雄的元起元滅 要講張寶仔下海的經歷 就要將時間推回到明朝鄭之龍的時代開始講起 講起鄭之龍,你不一定知道是誰 但一會兒講到鄭之龍的兒子,你必定認識 鄭之龍是敏南人,年輕時去到澳門工作 在當年,澳門已經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而鄭之龍這個年輕人憑著眼光和膽量 很快就在澳門出人頭地 成為抱屬澳門,可屬台灣和一般長期的某一商人 但不知道是不是鄭之龍認為正經賺錢 日做夜做都不是賺得太多錢 所以鄭之龍就開始了他的副業,就是海盜了 經商了得的鄭之龍,做生意一手之外 做海盜都很快上手 很快,鄭之龍的船隊同時都發展成為一支龐大的海盜艦隊 劫了中國元岸,甚至來自菲律賓和蘇門塔納的商船 某日生意和海盜生意做得出色的鄭之龍 家庭都很順利 在日本長期生長的兒子 而鄭之龍的兒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鄭成功 但去到鄭成功長大成人 我們都知道鄭成功是和爸爸鄭之龍決裂了 之後鄭成功就帶了他的步下船隊去台灣 繼續反稱復命 但去台灣途中,就是步下跟不上鄭成功 而流落四方 其中一個流落四方的步下就叫做鄭堅 於是鄭堅就帶著自己的船隊南下 去到一個叫做李玉門的海港 沒錯,也就是現在我們的李玉門 鄭堅在這裡建立了自己的據點 繼續做回海盜的老本航 而他的後代都繼續一樣做海盜 當然,當時的海盜就不像電影魔導王 或者漫畫海賊王一樣 當時的海盜只是向路過商船收取過路費 以及綁架人質納索屬金為主 除了時間的過去,我們將時間推移到一個名為鄭一的後代 當時活躍海盜分為六股勢力 分別是鄭一的紅其邦 東海霸的黃其邦 烏石二的藍其邦 金鼓養的陸其邦 和國婆大黑其邦 還有梁寶的白其邦 陸其彼此結紋 規定活動的範圍 和分贓的方法 而鄭一的紅其邦 就繼續以李玄門和赤立國一大為據點 生意主要來自豬三角洲一帶 說了這麼多海盜時代的背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當中的人物其實大多數都是姓鄭的 那麼姓張的張寶仔 又如何和這班人扯上關係呢? 以上海盜時代的歷史故事是否很動聽 很有趣呢? 其實當中大部分的內容 都是參考一本叫做 《股市尋願 殖民地以外你要知道的事》的書 這本書裡面還有很多有趣的歷史故事 如果想知道更多就要去買一本體體了 現在這本書還在做優惠 詳情可以去到Description box裡面看看 我們先看看張寶仔的資料 張寶仔雙1786年 廣東省新匯遠江門鎮水南鄉人 張寶仔原名就是張寶 但因為廣東人喜歡稱呼什麼兒子 所以大家就叫他張寶仔 張寶仔的爸爸本身是一個原文 張寶仔自小就跟隨父親出海捕魚 那為什麼他會由一個漁民變成海盜呢? 就由他15歲那年開始說起了 在張寶仔15歲那年某一天 張寶仔就遇上地地跟父親出海捕魚 但那天 他們遇上了珠三角洲每一位漁民都很害怕的 紅旗海盜團 也就是鄭一海盜團 鄭一的手下就攻擊了張爸爸的漁船 之後就奪去張爸爸的生命 但當時他們就沒奪去張寶仔的生命 紅旗海盜團的首領鄭一 和他太太就反而把張寶仔俘虜了 之後鄭一竟然還把張寶仔收為自己的意志 張寶仔就這樣由一名漁民 變成紅白一方海盜團頭目的第二把交椅 就是這樣 張寶仔就入了這行 但殊不知原來張寶仔和鄭一這個關係 就不單是二父二子 和海盜團頭目和船員那麼簡單 當中他們還有些千絲萬縷的關係 根據殖民地意外你要知道的事 《股市尋原一書》裡提及到 原來雖然海盜團首領鄭一一早已經結婚 但他竟然是一個雙性戀者 而他收養回來十五歲的少年張寶仔 因為微青木獸和年輕身體健壯 身為海盜團首領 即是張寶仔的二父鄭一 竟然愛上了張寶仔 對他展虛追求 而張寶仔也接受了這份愛 這兩個二父二子背後 還多了一個身份 就是戀人 而正正是這個原因 張寶仔被鄭一在紅旗邦裡大力提攜 所以張寶仔在紅旗邦裡可以說是扶搖直上 當然在海賊里如我宅這樣的環境裡 自身的能力也很重要 不是單靠他二父或男朋友的功力就可以幫到他 而在這個競爭那麼激烈的海賊團裡突然移出 一定是個人之處 說到這裡相信大家已經覺得不可思議了 但最令人不敢相信的就是 根據書中所說 張寶仔的魅力不單吸引了鄭一 就連鄭一的太太 即是張寶仔的義務鄭一嫂 都深深被張寶仔吸引著 他指鄭一因為一次在越南水域行動裡突然離世 紅旗邦遁失守令 鄭一的太太鄭一嫂 就繼承了鄭一的海盜艦隊 他了解鄭一嫂因為擔心自己沒辦法介入一種海盜 所以他需要一個在紅旗邦裡有地位 而且有忠誠的人幫自己 而張寶仔正是不宜之旋 但鄭一嫂考慮到 單純是義務義子的身份 就不能說服群眾 所以鄭一嫂這個寡婦 索性嫁給義子張寶仔 然後兩人共同管理紅旗邦這個海盜團 這刻張寶仔所接收的海盜艦隊 共有三百多艘船和四萬多個步眾 就這樣說可能大家就沒什麼概念 可以給大家一些資料對比參考一下 在同時期 清政府整支廣東瑞斯 只有八十艘船和二萬名兵力左右 大家可惜而知 張寶仔當時有多重兵力 張寶仔當時可以說是 身為鄭成功福亡以來 東南亞最強大海盜團首領 聽到這裡 可能大家都會認為 張寶仔必定是一個老年 有歷練 有經歷 有年紀的人 但其實不是 張寶仔當時只有21歲左右 接下來 我們就看看這個 成為紅旗邦首領的張寶仔 接下來的人生 在807年 張寶仔成為紅旗邦首領後 張寶仔最喜歡攻擊來自歐洲的雙船 當然 歐洲的雙船千里迢迢來到中國採購 必定帶著大批現金 離去的時候 必定帶著很多物資回去 所以歐洲的雙船 必定是比較富裕 至少 相比於漁船一定富裕得多 而且因為張寶仔熱愛學習西方的航海 和軍事技術 而可能也因為這樣 為他之後轉型成為水軍的時候 能夠平暴清雲 是啊 你沒聽錯 張寶仔在這個大海裡 在掌管紅旗邦沒多久後 就受到清朝政府的招降 加入了清朝水師 事源就是原來張寶仔接管紅旗邦前兩年 清政府就已經下定決心跟隨海道 首要就是要脫去珠三角一帶為地盤的紅旗邦 如果要脫去珠三角一帶地盤的紅旗邦 就需要出動廣東水師 但廣東水師當時的實力遠遠不夠紅旗邦 最後 經過幾年的盤選後 清朝就決定找外援 即是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借了六艘戰艦 和廣東水師組成聯合艦隊 出發攻打張寶仔 最後在大嶼山邪立國安大的水域 和張寶仔開火 當時張寶仔的紅旗邦被包圍了九日九夜 張寶仔當時就決定要求另一個海盜團黑旗邦救援 但黑旗邦的頭目葛婆大就怕張寶仔越來越強大 所以當時拒絕了張寶仔的要求 而清朝聯合的戰艦就決定進行火攻 將張寶仔入網打盡 但怎料放風沒多久後 風向突然轉向吹回聯合戰艦 而張寶仔的紅旗邦得以突圍 無雙分毫 但聯合戰艦就算雙慘重了 而張寶仔成功突圍後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黑旗邦的葛婆大算帳 於是 紅旗邦就和黑旗邦在赫門一帶開火 但可能因為張寶仔大戰水軍已經元氣大傷了 最後黑旗邦就小姓紅旗邦 而黑旗邦的葛婆大也知道 他這樣只是僥倖 同時他很快都會成為清政府下一個目標 再加上他得罪了紅旗邦 所以黑旗邦很快就會左右受敵 所以黑旗邦就決定歸順清政府 而張寶仔很快就得知這個消息了 知道和自己兵力差不多的黑旗邦招順後 清政府勢力一定大增 到時他的地位就會不保 所以他就忍痛接受清政府的招降 管治千種 而黑旗邦的頭目當時也接受招降 但他的官職就被張寶仔低 即是官治靶種 張寶仔加入政府之後 憑著過往多年的海盜經驗 和在西方船隻學回來的知識 他順照之後短短十年間就多次升職 最後官治盤梅脅水師父像 當時已經是從義品官 即是比義品官低官階少少 當時張寶仔只是33、34歲 前途可以找一片光明 但可能槍塔出頭了 在那個時候 當時清政府江南監察余史林則徐 就出來大力彈劾張寶仔 揭開他的黑歷史 而張寶仔不知是否眼見星官無望 在兩年之後 傳奇人物張寶仔便離世了 以上就是張寶仔傳奇一生的簡介 當然張寶仔一生還有很多值得我們了解的事情 當中就留待大家自己去發掘了 這條影片部分資料就取自殖民地以外 你要知道的事股市沉原一書 書裡面有很多香港有趣和鮮媒人知的歷史 例如五拍年前 屯門陪著葡萄牙人探險 香港的奴隸制度等等 如果對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了 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去到description box 點擊購買連結了解更多 如果你喜歡這個頻道可以給個like我 或者有些什麼案件想一起討論 歡迎留言 之後我譚明X會和你調查更多的奇案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鐘仔 當有新Case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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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